Hello大家好 之前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中国的空机11非翼式已身无人攻击机 以及它在世界所处的位置 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无人机拥有在军事领域 而最近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的四架MQ-9死神无人机 又是干嘛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提起无人机 大家第一个印象恐怕就是大疆无人机了 没错 大疆无人机近几年的火爆程度 将其誉为无人机界的华为似乎并不为过 经过多年的打拼 如今在全球无人机市场 大疆已霸占七成 尤其是在高端领域 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 但树大毕竟招风 树欲静而风不止 有了之前华为 抖音 腾讯 甚至阿里的前车之舰 美国出重手对付这家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看来也只是时间问题 但毕竟大疆玩的是四周 也主供民用级消费类 不在我们今天介绍的 以查打一体为主的军用无人机 等到以后有了热点 我们再来详细介绍吧 那么何为查打一体呢 其实从字面上一目了然 就是兼顾了侦查和打击两种功能 但查打一体无人机 并不是无人机上加个导弹 看似那么简单 它也有灵魂及作战使命 眼睛侦查系统 大脑控制中心 心脏动力系统 而定义了现代查打一体无人机的 作战方式和基本构型的 就是美军的MQ-1 古诗者无人攻击机 正是它的出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改变了现代战争的作战模式 世界无人机的发展 最早可追溯到一战时期 当时莱特兄弟发明飞机没多久 人类就开始对无人驾驶的飞机展开探索 二战之后 不少军事强国将退役的飞机 改装成无人驾驶的把机 而后又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 现代战争中 无人机更多的承担了 更为日益重要的侦查任务 美国在越战和海湾战争期间 也都大量使用无人机 对高价值或者防御严密的目标进行侦查 直到1994年通用原子公司 从国防空中侦查办公室 得到一份先进概念技术验证的生产活动 并且生产实驾无人驾驶飞机 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捕尸者无人机 对那时的捕尸者还不是查打一体 并不具备打击功能 所以当时的命名是RQE R为Reconnaissance 侦查的意思 Q为美军飞机编号的打击或无人机 捕尸者长度8.22米 翼展14.8米 空重仅为512公斤 最大起飞重量1吨 最高速度为每小时217公里 航程3700公里 使用声线仅为7620米 到了2000年以后 美军对捕尸者进行了改进 在2亿各挂一枚地狱火导弹 可以进行攻击任务 这样RQE变为MQE M为Multi多用途 自此世界上多了一种现代无人机 查打一体的作战方式 时至今日 捕尸者共生产了360架 其中RQE为285架 MQE75架 MQE的历史地位有目共睹 它定义了何为查打一体 犹如F117对隐身战机的定义 但它的命运如同F117一样 捕尸者终究也是一款探索和过渡的机型 毕竟只配置了低功率的活塞放动机 和两个挂断点 大大限制了这款无人机的作战能力 也预示了其在2018年退役的命运 不过这些部族已在其继任者 同样是通用原子设计开发的MQ-9死神无人机上得到了解决 在介绍死神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另外一款服役更早 就声名赫赫的无人机 那就是RQ-4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咦 刚才提到了捕尸者为RQ-1 怎么到了全球鹰就变为RQ-4 后面又有一个MQ-9 中间那些数字去哪里了 其实并不是美国对149起有独钟 而是期间美国的很多无人机项目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迫终止了 甚至有些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就取消了 例如RQ-3就因为潜在成本太高而夭折 于是有了后来的RQ-4全球鹰 全球鹰由诺斯洛普格鲁门洪寺研制 作为全球飞行时间最长 距离最远高度最高的无人机 时今日依然保持着世界无人机领域的多项纪录 长度13.5米 翼展35.4米 高度4.6米 看起来很是巨大 但与其庞大的体积相比 体重却显得有些不成比例 空重只有3.85吨 最大起飞重量为10.4吨 使用声线2万米 最高速度为每小时650公里 航程达到2万5千公里 差不多可以从北京到纽约飞个来回 持续飞行时间更是长达41小时 与超远的航程相比 全球鹰的侦察能力也更为突出 其配备有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 这东西很厉害 可以看穿云层和封杀 还有光电红外线模组 提供长程长时间全区域动态监视 在进入21世纪后 全球鹰在美国发起的每一场战争中 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也成为美国及U2之后 最为重要的战略侦察机 U2大家比较了解了 建国初期曾经在神州大地上 叱咤风流过 不过中国在60年代 曾经击落过5家U2 那么现在飞得更高 航程更远 且无人驾驶的全球鹰 会有更好的命运吗 其实并没有 由于全球鹰并不具备隐身能力 很容易遭到火力攻击 美国专家也指出 全球鹰非常适合用于打击恐怖分子 但面对像中俄这样的对手 它根本无法生存 其实不仅是中俄 2019年6月 伊朗就曾经在霍尔木兹甘省上空 击落一架美军的RQ-4全球鹰 而且在2015年时 美国全球鹰在靠近中国海域时 遭到神秘干扰 但无法发现干扰源 也无法进行压制 只能快速离开中国海域 所以无法隐身的全球鹰 不仅可以被现代防空武器击落 还有被生擒的风险 2011年 伊朗就表演了一次生擒技能 没错 又是伊朗 没办法 美国就是喜欢在伊朗境内玩无人机 不过这次不是全球鹰 而是RQ-170 正是由于全球鹰生存能力的低下 去年美国国防部就考虑 将美军三分之二的全球鹰退役 大幅转移重心 发展下一代隐身无人机了 美国在退役全球鹰之前 还坑了盟友一把 他在2000年 德国空军就让美国为其量身定制一款 全球鹰RQ-4B衍生版本 欧洲鹰 但令满怀希望的德国万万没想到的是 欧洲鹰变为一款历史18年都无法服役的吞金巨兽 从2000年下定开始 美德和欧盟之间就充斥着无数次的口水和扯皮 计划改了又改 美国制造始终无法达到严谨德国人的要求 再加上欧盟多次阻挠是非 到了2018年 德国终于忍无可忍 宣布放弃欧洲鹰计划 我苦手含有18载 不仅等不到我的鹰 反而光在飞行测试就扔进去7亿欧元 老年不完了 这吞金巨兽 尽早脱手才是良策 所以德国正与加拿大洽谈 将欧洲鹰转手 但加拿大人有这么傻吗 不知道这笔交易后来怎么样了 MQ-1捕食者和RQ-4全球鹰相继传出退役 而下一代隐身无人机方面 美国尚无一款服役 那么对无人机需求量巨大的美国 现在所依赖的重心 就转移到MQ-9死神的身上了 MQ-9死神与MQ-1捕食者一样 都是由通用原子公司研制 长度11米 翼展20米 空重2.2吨 最大起飞重量4.7吨 最大航速每小时482公里 使用升线为15000米 续航时间14-28小时 并配备空力达900马力的 TPE-331窝角发动机 使得死神在武器方面 比MQ-1捕食者有了较大的提升 增加了6个5G挂点 最多可同时携带4枚地狱火 和2枚GBO-12 骷髅2型激光制导炸弹 死神于2001年首飞 于次年开始生产 单机造价成本为1690万美元 从外形上看 死神的垂尾由捕食者的倒微型 改为正微型 这样就达到改善飞行高度 速度 任务载贺和航程等性能的目的 死神虽为查打一体 但与之前的捕食者 侦查兼顾打击 和全球游的SR任务不同 MQ-9死神是第一款 专门设计作为猎杀用途为主的无人机 2007年 美国空军首架MQ-9 被派往阿富汗执行作战任务 从那时起 死神便战绩苛刻 最为有名的 当属2020年1月3日 伊朗2号人物 苏莱曼尼等5人 在巴格达机场被无人机发射的 4枚导弹击中身亡 这便是死神的杰作 每架死神无人机 配备一名飞行员 和一名传感机操作员 由地面站通过 卫星中继遥控指挥 左边那位为飞行员 通过操纵杆和键盘 进行飞行操控 右边那位 分管各类传感器 主要包括相机 红外系统和雷达等等 MQ-9死神 也是美国在下一代 隐身无人机服役之前 最为倚重的对象了 但为什么之前却传出 美国空军要提前终止 对死神的采购呢 的确 2020年5月媒体报道 美国空军在2021财年 预算草案中要求 提前终止 MQ-9死神无人机的生产 同时计划退役 第20和第30批次的 全球鹰无人机 并在下一个财年 开启MQ-9后继型号 MQ-X的研发工作 钱就那么多 又要装备 又要研发 总得有所取舍不适 美军之所以要停购此臣 原因在于 它与全球鹰一样 都不具备隐身能力 已经不适合 现在的战场环境 贴抚一下中东的小毛贼 勉强够用 但也有被野门胡塞武装 击落的不堪记录 其较低的生存能力 与刚刚的费用相比 是不相称的 简单来说 一款没有隐身能力的无人机 说白了就是消耗品 成本控制 就成为是否装备的重要指标 刚才说了 美军自购都要1600万美金 而与之对标的中国的彩虹武 成本却只有500万美金 美军再有钱 钱也不是这么花的 但美军不再采购 通用原子公司的生产线 也不能停啊 这要停了 损失可就大了去了 所以外销就成为 其延续产能的另一条活路 其实MQ-9在此前 已被外销到多个国家 如英国 意大利 荷兰等 这些国家 一是小气 二是鸡贼 卡不到多少油水 而与这相比的 大家也知道 在美国军火商的外销名单上 有着出手扩作 且不挑食美誉的前三名 就是沙特 印度和台湾 印度曾经在2017年时 向美军采购了 总数22架MQ-9B死神无人机 时机日 仍未交机 但总价已高达 20至30亿美元 平均单机近1亿美金 这好像跟一架F-35 售价也差不多了 但死神值吗 台湾也不妨多让 最近的这笔交易 次价死神售价就高达6亿美元 平均单价就超过了1亿 当然这里包括了地面站 配件 训练和支援费用等等 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 就像你去4S店买车 销售人员一定会给你一个完美的解释 为什么我们的车卖的比一家贵 因为我们为您提供了车身打蜡 镀膜 防盗器 倒车影像 底盘装甲 五次保养 终身免费洗车 等等等等 最终目的 还不是要A你更多的钱吗 所以台湾购买的死神贵不贵 不必跟美军资购的1600万美元比 看看别人就知道了 荷兰2018年曾购买了4架MQ-9第5批次无人机 及相关设备和服务 总价值3.39亿美元 虽然合同细节不会完全相同 但同样是4架差了2亿多美金 可见台湾方面出手的阔绰 但即便买的贵了点 能拍上用场倒也无所谓 那么死神在台海有用吗 刚才也说了 死神这款查打一体无人机 最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隐身 MQ-9飞的虽高 但速度却极慢 现代防空武器是一打一个准 就连活跃在也门 尼比亚战场的中东小毛贼 都有将其击落的记录 更何况中俄这种 有着完备防空体系和雷达的国家 所以死神敢孤身进入大陆腹地 等待他的就只有一个字 足 但与其将他击落 我更看重的却是生擒 上次2015年 全球阴抵禁侦察 没抓到跑了 这次死神来了 距离又这么近 所以我们可以有大把的机会 来练琴拿手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生擒难度大吗 即使说大也大 说不大也不大 例如伊朗之前俘获的那架 美国RQ-170无人机 就是通过屏蔽GPS信号 同时还干扰了它的无线电高度仪 使它误判了自己的飞行高度 从而自行降落在伊朗的沙漠之中 由它的机身可见 颇为完整 明显不是被击落的 这个方法相对简单 当然也有更为复杂的诱补手段 比如像侵入领工的无人机 发送电子干扰 进而摸清其工作频段 并在该频段上模仿卫星 给无人机发送降落指令等等 MP-9与卫星的通信方式 和导航系统都与RQ-170大为不同 当然也会更为复杂 所以生擒死神 可远比直接将其击落复杂得多 这对我军电子战经验值的积累也更大 死神介绍完了 那么下一代无人机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就是两个字 隐身 我之前的视频也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虽然中国的攻击十一 成为世界唯一服役的 飞翼式隐身无人攻击机 但美国的X-17B 虽未完成服役 但其在布什号航母上 所创造的各种辉煌 和获得的技术数据 无疑是巨大的 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小觑 无人机再接下来 恐怕就是向空中格斗方向发展 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 当然还无法做到 是无人机像人类一样去思考 就在空中狗斗 但未来我相信 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 机器取代人类去壮志凌云 也只是时间问题 遥想2008年 当各国还在仰视隐身战斗机 如神异般存在的时候 美国就退役了自己的第一款隐身战机 F-117 各国无不感叹 美国在军事领域的技术优势 时至今日 随着MQ-1 RQ-4 以及MQ-9的优势不在 中国无人机以迎头赶上 除了攻击10E外 中国的彩虹5 翼龙2 和天鹰无人机 正凭借其优异的性能 迅速抢占国际军用无人机市场 技术革命可以改变游戏规则 承认美国的优势地位依旧 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 看似遥不可及 和无法撼动了 由于时间关系 中国的这些新型无人机 我们下期视频再来给大家介绍吧 好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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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